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世界的死亡率大概是1.5% 2除以300就是1.5%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武汉的死亡率特别特别的高 大概快到5% 然后中国死亡率比世界的地方高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带我们去探讨为什么的 我可能会在另外一个video里面讲 然后我们就看到下面的一些资讯啊 为什么就是WHA都不晓得多少人被感染 其实他们也不晓得真正的死亡率多少 他们有一个最新研究出大悦 他们认为大悦死亡率应该是在3%里面 因为他们从第一个paper 所以我跟大家讲那个Lenson 那个41个病例的paper里面 有一半的人55%就是很重 就是重的那个呼吸无法呼吸 severe dyspnea就是不能呼吸的意思 严重的不能呼吸 32% 三分之一人需要去加护病房住院 6个人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的那个case fatality proportion 就在这个是10个人面 死亡率是15 可是你要想想看有7个人还没出现 这7个人在做什么 不晓得 所以呢整个整体的死亡病例 他就觉得这个病人 他觉得再算的话 他觉得说整个人口的死亡率可能是3% 所以他们就这样算出来的 但是呢 他其实不晓得到底以后会变高还是变低 你们可以看1918年的流感 那个时候呢 的死亡率也死了15% 但是因为太多人被感染了 所以死亡人口是非常高的 他们就是从这个paper里面 他就可以告诉你说 大概30个人 就30%的人会变去重症病房 就ICU 6个会死亡 可是我在想啊 他们的病床其实是不够的 一定有前人也不能去ICU的 所以我在想这个figure 也是要重新再想想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 从传染到死亡的时间 他们认为说 第17个死亡的人呢 大概是从传染到死亡的时间是2个礼拜 但是有可能从6天到41天的这样子 就是年纪大了可能会比较早 年纪轻的就可能拖久一点 所以呢 他把它跟其他的coronavirus比较 跟其他冠状病毒比较 所以呢 武汉病毒的死亡呢 大概两分的 那其实这个东西 除非你到到那个 这疫情结束之前都不能够预测的 SARS的死亡率是10% MERS是4 Swine food 就是我们之前大家在讨论的什么流感 其实只有0.02% 所以很多说 他们说流感死了更多 而且流感已经一直冰糖爆发 然后传染很多人 所以才会死 可是它的致死率并没有那么高 可是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反而很快速 致死率很高的 所以呢 这个是 这个会把我们的医疗的系统给瘫痪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再控制感染的人数 这样会感染一个 就会感染一个 就会感染两个 不要它超过我们ICU 就重症病房能够复合的人数的话 那我们大家的致死率就会变低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武汉致死率突然变高 因为他们没有一下子控制病情 所以呢 医生医疗单位都没法复合 你重症摔血的时候怎么办 没办法 你也只能带亚气罩 没有任何的插管 或真正的医疗措施 那这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感到最后你也看他们也有resources 就表示这是很有那个 就他们做事是要看证据说法的 在国外的医疗都是看证据说法 就是在西方医疗都看证据说法 所以为什么我比较喜欢西医的原因 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看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你 他们的资讯从哪里来的 他们不是随便乱讲的 所以在电视上大放厥词的那些人 只要他没有告诉你他的证据在哪里 他从哪里quote出来的 那些人请你不要太相信他 啊 讲得太激动了 因为最近 今天就是昨天早上李文亮医生去世了 我也感到很伤心 所以就做不下去这个视频了 请大家 调念这个勇敢的医生 也请大家帮忙找找陈秋实 就是这个公民公民记者 他现在也不见了 大家希望大家都很好